請叫我NG王 Ladies and Gentlemen 五十三條 就是一個開場在酒館裡面的行動 第一次做不好 第二次 第三次 一直到五十三次 天黑了 收工 之前拍黃飛鴻是三十六條 只有自己破自己紀錄 五十三條 看彭音樂如何成為五十三條歌 威臣講的是一個城裡面浦草這個地方 發生了一個殺人的案件 最主要的是 陳沐森導演對於拍男人的情感的戲 我很喜歡 所以跟青雲哥之間的英雄喜遺英雄 還有跟金哥師兄弟之前的這個兄弟情 也是我很喜歡 不要亂 馬峰是一個 他都是住在山裡面的 所以他可能也沒洗澡 所以特別地髒邋遢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給人的感覺 不是太傳統的那種俠客的樣子 刀疤、雀斑 都是牙齒黃黃的 五六點他都沒機會剃鬍子 滿久 三個小時 所以六點拍戲 我大概三點就要去貼鬍子 第一次弄的時候覺得很過癮 開心 那拍第一個禮拜之後就後悔了 實在是太熱了 因為還要打嘛 然後那鬍子會一直掉 所以你要一直澆水一直黏 一直黏 所以其實整部戲最熟的就是化妝師 練雙刀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是 我也不覺得練什麼有特別的努力 不是應該的嗎 要嘛你就別接 接了一步就該練 要不然難道你就拿把刀 劃兩下 就收工了 不可能啊 洪基毛大哥一定要求你要練刀 他要求非常地嚴格 然後他願意教我嘛 然後跟洪加班每天陪我練 他們陪練都陪刀都不想理我 練習就是必須得每天耍嘛 拿著都好啊 你就是對於這個重量啊 這個刀啊 因為其實拍戲的時候 拿針刀很重 在對招的時候你可以拿道具刀練習 我如果不練好 我跟金哥沒辦法拍啊 金哥一定會 這沒練就在跟我拍 沒有做太大的傷 就還是可以生活還是可以自理 對 我摔馬了 我沒事 你看了馬更慘 馬在旁邊都嚇呆了 摔了二十幾遍 馬一動都不敢動 男生應該都是看動作嘛 對不對 男生不會去看《言情小說》 但我承認我有看過少年漫畫 其實也蠻好看的 我那時候是看了 電視劇的惡作劇之舞 就看了少年漫畫 但我還是喜歡少年漫畫 小時候喜歡看那種籃球啊 熱血的漫畫 灌籃高手 因為以前我是籃球隊的 然後我是頭三分的 就大家叫我三井燕 但每次只要喊出三井燕的時候 我就沒有進 可能他是指個性嘛 因為三井是永不放棄的男人嘛 我是永不放棄 因為一直投不進 帥 還是回到五十三條吧 你們才一條 離我太遠了 我甩你們幾條街 甩你們五十二條街了 我是五十三條哥 我一點都不逗 那一條街 我十二十一條街 我回到八十三條街了 我看一看